然后在读取了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构建我们的模型了 在这里我们依然是使用Paris里面的肥坤杀来定义模型 跟之前的实在一样 我们在定义这个网络结构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使用类似的一个卷面形容的结构 就是两个卷积加一个pooling 这是一个组合 我们有三个样的组合 后面再跟两个全面阶层 对于第一组的选辑固定结构 它的focus是3上 对于所有的选辑结构 它的crown type都等于3 然后piding都等于4 它的husion都等于seo 第一种选辑它有一个inful的shape 然后是第二层的选辑 然后是第二层的选辑 第二层选辑跟第一层选辑 其实非常类似 如果让它没有infulshape 然后就是一个pooling 这个shape的地方整个了 好 这样我们就定义好了一层选辑 然后我们再把它cover一下 然后对于第二层的选辑 应该翻倍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infulshape那个去掉 然后对于第三层的 我们是翻倍的选辑满费翻倍 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infulshape给去掉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infulshape给到这个infulshape 到这个infulshape 再经过最后的一个困难之后呢 我们需要加一个flatten 完了发展之后我们都可以去 我去做连接了 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再输出成我们的这个Number Party 然后它的 这个呢 这样呢 网络结构呢 直接定义好了 那我们再compile一下 close呢 就等于category close entropy 然后我提mizer等于adom adom相对于SGD来说呢是一个更高级的语化器 它的优化呢比较快速且稳定 然后我的Mentrix呢除了loss对外呢 我还要加一个accuracy 这样呢我的一个网络结构呢就定义好了 我再打印一下它的summary 然后呢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这里呢我发现这个activation呢写错了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pool size呢也少了一个字 然后我们再阅行一下 然后这样呢我们的网络结构呢就签好了 在我们的这个网络结构中呢我们一共有448万个参数 然后呢我们再写我们的cd函数 这里呢我先定一个epoc的参数 这里呢我先设定10 然后呢来验龄下程序 然后同样的呢我需要把这个黑色呢就保存下来 然后因为我的这个数据呢是由这个generator来产生出来的 所以说呢就会能够直接去掉那个fit的行数了 那是应该去掉fit generator 在这里呢它有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个呢是产生训练极的那个generator 然后呢就是cd for epoch 到这里呢因为它generator是不停的去产生设计的 所以说呢不知道每个epoc到底有多少处 所以说呢我需要显示的去指出来 这一点呢我们在之前呢也做过 然后epoc呢就等于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参数 然后就是validation data 那那也等于valid generator 然后就是validation steps 那那就等于valid number 这样呢我们的这个fit还是呢就已经小了 我们去试一下试一下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训练程序呢就已经训练好了 然后我们发现它的训练呢并没有什么进展 十次呢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是一个什么呢 一般我们这样的时间网络呢 因为它只有普通的卷积和步骤操作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它是可以work的 但是为什么这里面work呢 分析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它在这里呢 没有用普通的ILU而是使用的SELU SELU呢虽然可以在全联接的网络上呢 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呢在卷积中呢未必可以达到一个 类似的效果 所以说呢我们再把这个SELU呢 全感价1U再来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重新训练一下 然后再重新进行训练程序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训练效果呢 变得正常了起来 我们十次阶段呢达到的效果呢是48.53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打印它们的曲线 这打印训练代码呢我们之前也写过很多次了 但是在之前呢我们是把这个Loss呢和这个Accuracy呢 是打在一个图里面 但是很明显呢在这里的Loss呢和Accuracy呢 它的值得放选呢很不一样 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呢尝试一下把这两个呢打印在不停的图里 然后首先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这个History它里面的K呢会有哪些 我们的形象 我发现它里面的K呢有Loss,Accuracy 还有验证几下的Loss和Accuracy 然后这样呢我们再来定一个新的打进学习选的一个函数 它说呢有一个是History 还有一个呢是Label 这个Label呢就是指的我去打印Loss还是打印Accuracy 然后就是Epoxy 还有那个MinValue和MaxValue 这个MinValue和MaxValue呢是来指定这个Walue上的区间的 然后呢我们定一个Data 这个Data呢就是我去这个Payster里面呢 把对应的位置上的直达给取过来 首先DataLabel呢应该等于Payster PaysterLabel 然后就是这个Label上呢 我还要打印印议上的Loss 这个呢我还要转向一个新的Label 等于PaysterLabel PaysterLabel 然后这样呢我的一个出电脑都会给到了 然后我们就像之前那样把它转向Payster Zv4kie Zv4th我们一共同BAS 我们依然是以前一样是8和5 然后呢我们达获网格 然后呢我们偏读各个设教系的那个 代表区间 Hood y م 动作边是0到1boss,动作边是minValue到nextValue 然后我们调到函数,分别去打印hycuracy和loss 在这里我的loss最开始的时候是2.2几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是1.5几 所以说我的minValue应该是1.5 然后maxValue是2.5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代码 然后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p写错,label的p写错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得到了结果 对于我们的accuracy来说,它是一个平滑上升的过程 而对于我们的loss来说,它也是一个类似于直线的下降过程 好,这样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sign给删掉 这样我们就基本完成了我们的代码实现 在这个代码实现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十分类投资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实现过程中我们带大家去了解了 如何使用carus的pre-processing里面的emage data generator 去做数据增强 然后跟之前一样我们搭建了一个由123456 六层卷辑和三层pooling 还有两个全零线层组成的一个卷辑行线网络 现在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48.53%的一个效果 然后在这里我们只是对数据变成了14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把这个次数条高之后 我们的准确率会达到一个什么的水平 在这里我们成功300 然后在这个notebook里面上面一直有一个条 它说的是你的代码还没有提交 点击这个提交按钮 去把它从头到尾去执行 可以分享你的工作 这个是来干什么的 实际上这个时候来做这个事情 在开告里面算了你可以建立一个这样的kernel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notebook 它可以进行中间结果 但是当你把这个网线关了之后再打开 那么这里面的进行结果就丢失了 然后你点击了committer之后 它会把你的代码从头到尾的去执行一遍 然后把中间结网给保存下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代码都已经正常的可以执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一post从实感到300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点这个committer 然后去提交这个代码去进行了 在这里我们点下这个committer 然后点了这个committer之后 它会弹出来一个这样的框来表明运行的状态 然后因为你是从头到尾的要执行 而且迭代的速度是300次 所以说运行的时间比较长 在这里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好那么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运行之后 我们这个提交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点开一下我们提交的一个版本 看一下它的运行结果 我们在打开的文件之后 我们把它滑到讯息曲线的那一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这个程序呢 在训练级上可以达到9798的一个结果 然后在验证级上呢 可以达到一个8586的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然后最后结果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在验证级上达到了6.4% 然后在训练级上达到了96.7%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络 在smontes这个数据级上的一个结果 在这次实验中呢 我们学到了如何去做数据音墙 然后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去做 前一学习